帮你讀懂全世界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丁雪文 今天我们要谈的呢 还是跟能源危机有关 我想持续进入7月底8月初 我把大家感觉是跟我一样 我们人体的温度只有37度 可是现在听到40度好像越来越平常 那今年的夏天肯定让大家感觉更热 其实这个热的情况不止台湾 其实包括欧洲 美国 甚至日本 其实很多人都因为中暑 而发生了一些生病的情况 那在7月12号 我们看到国际能源总署的director Ferdie Berroa 公开发表他的一些 对天气越来越热的一些看法 他里面特别强调 现在欧洲的能源危机 已经到了国在美节的一个情况 即使是亚斯拜然或者是挪威 增加天然气的供应 或者美国天然气的供应 能够增加 其实欧洲今天也很难躲过 今年冬天即将来到的能源危机 为什么这样讲 那当然大家知道 俄乌战争到现在去之不去 可是俄罗斯对于欧盟天然气的输送 已经开始在减量 这个造成整个欧盟 整个发电的成本变很高 所以我们看到比利时呢 现在每百万瓦斯 大概是408欧元 法国更高468欧元 都已经上涨的超过五成以上 那整个欧洲呢 看起来情况越来越严重 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今年相对来说风力趋缓 所以风力发电不如预期 那我们也看到呢 因为天气过热 所以干旱造成水力发电也不如预期 更重要的是呢 所谓的缺水这个问题呢 甚至造成核能的这个 所谓冷却气也没办法运作 所以整个欧洲的能源危机 确实越演越烈哦 那按照Bloomberg的一个数据哦 整个能源危机要解除 欧盟最少要花2000亿欧元 这是非常大的一个数字哦 而天然气的储存呢 本来正常来说过冬的话哦 你储存应该有八成以上 现在基本上不到五成哦 所以代表说今年的冬天呢 其实整个欧洲可能必须要推出哦 最新的一个就是鼓励大家 储存天然气安全过冬 这样的一个计划哦 在欧盟越演越烈哦 那事实上欧盟这个情况呢 其实还不只是这些所谓的天气过热 或者能源危机的问题 各国之间的分崩离析又出现哦 你譬如说他要求大家开始节能 那有一些其实工业用电 没有那么依赖的国家 你譬如说波兰 西班牙葡萄牙 他就拒绝这样的情况 甚至匈牙利呢 已经开始禁止哦 天然气的外送输出哦 所以整个欧盟如果现在的情况不能解决哦 难怪哦 欧盟的能源执行委员会公开警告 欧洲的分崩离析 在这次能源危机来之后 可能会再次发生 那刚刚我前面也提到哦 这次能源危机 欧洲其实是现在越演越烈的一个地方 其实全世界都有这样的情况 所以我们看到7月22号 日本的首相岸田文雄哦 公开宣称 日本要增设一个哦 所谓GX的绿色转型大城 而第一次会议要在7月27号 在首相府来举行 所以日本其实今年的夏天也非常的热哦 那拉回台湾哦 台湾的情况真的比较好吗 也不见得哦 我们看到哦 其实今年7月啊 开始要调升所谓的店价 平均是8.4% 可是对于用电的大户呢 调升的平均这个比例是15% 其实非常的高哦 可是台湾今天呢 我们看到经济部长有公开说 其实这一次所谓的店价挑战 主要是因为全世界的能源危机 或者是化石燃料成本的上升 可是我觉得这里面 其实还有一些政策上面 值得商榷的地方哦 你譬如说其实台湾哦 大家可能不知道 有高达83%的哦 这个店哦 都是靠所谓的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哦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其实在今年年初哦 俄乌战争发生的时候 其实政府就应该要注意到 这样的一个情况要怎么去解决 可是呢 在俄乌战争发生之后 我们也参与了制裁俄罗斯哦 这让台湾的整个化石燃料的成本 再度攀升 所以今天的店价上升 其实是有它的背景因素的哦 那另外第二个 我们也知道 台湾本来有帮自己设定一些指标 就是再生能源呢 希望能达到两成 不过经济部已经公开承认 这会跳票哦 那加上呢 大家也知道 我们的所谓核二厂 在明年三月要退役哦 所以对于台湾来说 整个发电的成本也会往上走哦 我想这些情况其实都是台湾哦 在未来能源政策上要必须严肃去面对的问题 因为能源政策呢 其实你永远不可以想说 它不会那么快发生 或者迫在眉睫 随着呢 过去几年呢 全世界能源危机还有气势变 还有气候变暖的这个问题越来越严重 其实能源危机已经变成很多国家 放在最前面的情况 而台湾呢 所谓的半导体也好 科技企业也好 也是非常依赖哦 稳定的用电输送哦 所以呢 其实我们也看到今年三月 美国商会哦特别提出一个呼吁 提醒台湾哦 其实所谓的用电稳定度哦 已经不是一个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而是必须立刻解决的问题 总而言之 我知道今年呢 其实还是一个选举大年 可是能源政策可能在今年也面临一个 必须严肃面对的时候 不管是以产业的发展 政治的稳定 甚至在全世界能源短缺的情况之下 怎么来度过这个所谓能源危机的这个缺口 我想是台湾必须严肃面对的问题 以上就今天我想跟大家讨论 有关能源危机 全球还有台湾因应的政策 希望大家喜欢 我们下次见 想要获取更多新闻资讯 想要看到楚国最新的动态 赶快订阅华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